环球网军事10月27日报道 俄罗斯将在千岛群岛上建设能够停泊各种型号军舰的海军基地 俄行社26日报道称 俄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表示 俄罗斯已决定在千岛群岛建设海军基地 近期将开始启动基地建设 同时还将恢复千岛群岛上的基层网 他说一切都严格按计划进行 没有出现意外情况 俄波罗地海舰队前司令瓦鲁耶夫称 这一海军基地可能在三年内建成 当然实施这一计划也面临一些困难 包括冬季复杂的兵群潮汐级高约六米和强风等 而解决这些困难将需要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和大量资金 俄罗斯军事专家摄尔巴科夫称 俄罗斯必须在千岛群岛建设海军基地 这里是从太平洋进入俄罗斯领土一个主要的战略点 苏联时期在这里不数有一个强大的海军陆战时 苏联解体后这里的驻军大幅减少 目前千岛群岛缺乏可靠的保护 因此建设海军基地是个正确决定 俄罗斯退役上下利托夫金称 这一基地对保护俄或刺客还是十分有利的 俄战略和潜艇可以部署在这一基地 另外这是一个向太平洋开放的基地 从这里没有人能够将俄罗斯的军舰封锁在海湾中 俄罗斯今日经济网26日报道称 俄国防部设会员成员科罗特勤科称 俄此举世就领土问题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确信号 千岛群岛是俄罗斯的领土 在这一地区部署军事设施和武器是为了保障国家东南部边境的安全 日本一直对南千岛群岛提出领土要求 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向日本清楚地表明 日本的这一要求将是徒劳的 另外从国家安全看 俄军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东南部边境的安全 这一海军基地可停泊各种军舰 包括航母、导弹舰级和潜艇等 当然建设这一基地并不意味着准备击退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攻击 但这再次表明 俄罗斯对这片领土拥有主权 在自己领土上建设军事设施是俄内政 日本的意见不会影响到俄的立场 柳玉鹏 位于莫散装 在自己领土上建设军事设施是俄内政 取军事设施的一切 和大量纤条 在自己领土下建设施的一切 和大量纤条